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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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数只有4个 可是题目说的B数应该有12个因数 所以不用说了 那除了3的三次方就啊 B一定还要再能分出其他的之因数来 而因为最小公平数只能分出2和3两种之因数 所以B还能再分出的之因数一定也是啊 那至于是2的几次方呢 不清楚 那我不妨设成是2的k次方 那么根据指数加1连乘求因数个数 可以得到3加1乘以k加1 应该等于B这个数的因数个数 那就应该是12 好 那这样我们可以能分出的3加1是4 那就有4乘3等于12 所以k应该等于的就是2 所以B应该等于的是3的三次方乘以2的平方 然后检验一下 发现B跟A的最小公平数确实是1728 所以B这个数我们也就求出来了 好了 各位同学 那这一条小题来讲 那就是利用分解之因数 再结合我们的这个因数个数定理 然后再进行再出化的认算和检验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解题过程 1728等于2的6次方乘以3的3次方 所以AB的因数啊 只能有2和3 那么A有7个因数 而7是一个质数 所以A分解均数的形式只能是A等于2的6次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B就一定要有3的3次方 同时还得再需要有若干个2 因为这样才能够保证指数加1连程有可能等于13 这样算出来k等于2 所以最后我要求的B就是2的平方乘以3的3次方 这个方的结果就是108了